我們教了這個東西然後他就想說改改看 然後後來他改不出來 就問我怎麼辦 那到底哪裡錯呢 不過後來我幫他改出來 改完之後 有沒有還出現一個資料 整合已完成的一個訊息 這個我想應該各位有印象吧 在上個禮拜有講到一個Message Box 跳出來然後呢讓使用者知道你最後完成了 那這樣子他就可以 很快的把所有每個月份的捐款全部都集中 然後日期也都出現了 OK其實我覺得這樣倒還蠻好用的 如果說你每 你有很多大量的工作表需要整合這件事情 整合在一個總表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今天講的都非常的好用 流程上我想你頂多是自己改一些小地方吧 然後呢就可以達到整合的目的 但是今天講的還沒有跨到 那個就是工作部那邊去啦 因為這個我想慢慢 將來也許會有一種可能性就是說 你的 工作表裡面要整合的東西 不是在同一個工作部 而是在 很多其他工作部裡面 比如說 每一個年度一個工作部 然後每一個年度裡面又有12個月 假如你有很多年度 你希望在很短的時間裡面呢 就可以幫你整理出一個總表 那也許你將來要做什麼樞紐分析啦 或者做圖表的話 那你需要做前置作業嘛 那當然你如果最好是按下一個按鈕 全部的事情通通幫你解決掉的話 那這樣會是多好多美好的一件事情嘛 另外也有可能就是說 每一個部門的所有人的資料回來了 那他們格式可能都一樣 因為都是你給的 那回來之後你當然也很想要怎麼樣 就是按個按鈕 每個部門所有的資料全部幫你整合在一起 一定一定會有這種狀況 那以往如果你不懂的這些方法的話 可能就是 反正就慢慢來 那如果資料量多的時候 尤其是未來 資料量只會越來越多 不會越來越少 像大數據的這個 這個趨勢是非常的明確的 那你當然一定要用 非人工的方式 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所以如果等一下有時間 各位可以想想看 就是一到十二月 集中在一個總表 就我們剛剛講的部分 那剛剛的部分呢 可能還多一個就是說 也許我們除了要 增加月份之外 那好像那個之前就有同學說 老師可是我要增加的月份 我的格式 不是這樣 我希望有年月日 因為日期這樣子感覺 這個不是日期 這個是一個文字 它不是一個日期 所以如果說你將來呢 要把它 變成一個 標準的日期格式的話 比如說什麼 2015年的 1月1日 這樣子的一個訊息的話 那在這裡的話 該怎麼做 其實 跟剛剛的部分呢 也蠻雷同的 只是說 把那個副程式部分 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 至於副程式需要改哪裡呢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像剛剛 就是 剛剛有同學會問到 就是那個 有關那個 副程式的部分 把這個地方 那我已經做好了 就是在雲端上有一個 也是兩段 一段 上面是增加月份 一個 處理月份的一個 副程式 那剛剛有同學問說這個 Core 後面這個刮鬍裡面 這個 過來的這個名稱 一定要叫工作表名稱嗎 其實代也不一定 這個是你自己取的 它只要能夠跟下面這個名稱 是match的 就OK了 那這個東西呢在VBA裡面呢 它稱為引述 或者叫做參數 反正呢 簡單講起來 它就是一個 記憶體裡面可以暫時讓你存放什麼 存放它丟過來的東西的一個 一個地方 類似像一個 剪貼不一樣嘛 反正它就 放在那裡 那將來如果你要存取的話 那個地方會有東西 就可以幫我把它串連在一起 OK 好 這個地方的話呢 一樣啦 這種用法 將來呢 會用的非常的多 而且我還蠻強烈建議各位在 很多地方 都這樣用 主要的原因是 如果你把這一段城市 直接丟到 這邊來的話 真的你的城市會非常的亂 沒有人可以看得懂 為什麼 因為 原來的東西 123456 突然 蹦出這個東西來 你不知道要叫什麼東西 好 所以最好的方案是吧 就是 額外獨立出一個副城市讓它去執行 那最後執行完之後也不需要return東西啦 Sub就是 執行完了 反正就把那件事處理完了 你也不要告訴我說它是否處理完了 那如果說將來你會 需要另外一種狀況是 你需要它處理完 return一個結果告訴你的話 那這個地方就不能用Sub 而是用Function 所以 Sub跟Function兩個最大的差別啦 就是一個是跑完就算了 一個是Function 它會return給你一個結果啦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能要視情況 而去 決定你要用哪一種方法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 把剛剛的東西呢 再做一個修改 我如果說今天呢 先把這個東西清掉 清掉之後我希望出現什麼 標準日期格式 該怎麼做 我先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跑完之後就長得像這樣子 啊其實呢 差別在哪裡 我們直接來看 第一個 一樣是Call 沒有問題啦 Call 只是那個Call的 那個 我的副城市的名稱 叫做 標準日期格式 那後面接的東西 就是丟給他一個i就可以了 i什麼 因為1就是1月 2就是2月 因為剛好這個順序是123 不過 如果將來你的順序不是剛好 那你可能要想別的方法 因為剛好這邊是 i i1就剛好1月 2就剛好2月 那所以我丟過來的話 比如說1月的話 他會丟一個i 那1月的話是1 1丟過來的話就剛好月份 那我要產生一個標準的格式 其他都沒有 沒有差別啦 這個 這個跟原來 Fall回圈跟if的邏輯都一樣 差別在這裡 丟回去給 這個儲存格的 後面這裡 我一樣用什麼 用文字來串接 其實你會想說 日期 其實沒關係 你串回去之後 他就會自動 幫你轉換成一個 日期的格式 但是你在串接的時候 你可以用文字的形式來做 2015 斜線 後面的話呢 因為我 把那個i丟過來 i假如說1的話 那不就是把2015斜線 1月斜線 原來是1的話 那就是1 所以2015的 1月1號 丟過來 剛剛好 20151月1號 有沒有 所以實際上呢 傳過來 給我個數字 丟回去 就會這個標準的格式 那後來就有同學說 那老師 可是我希望 我要看到的 不只是標準格式呀 我會希望說 按右鍵儲存格內容 可以像我們那個 好像 上一期吧 那個 中華民國力 希望看到的也許是 這樣子 然後 可是我這個中間呢 又不要是斜線 我希望是點 然後呢 最好是 兩碼 就是 那個 如果單月 1到9月 就是加個0 個位數補0 就對了 然後後面呢 加上週極 這個好像有印象 在前一集 那你就自訂一下 就是先選這個 自訂 然後這邊 應該有印象 這邊改一個什麼 MM DD 對不對 然後斜線呢 把它改成點 這邊斜線改成 點 然後後面的話呢 週極就是刮弧 加什麼 AA 好 就有這個格式 那你想說 這個格式呢 我希望把這個格式 套在這上面 套在這上面 那可是問題啊 你要怎麼套上去 你想 VBA怎麼可以 把格式套上去呢 其實非常簡單 多 不用多太多 多一行就好了 你只要記得 在Sales裡面 有一個屬性 那個屬性 將來呢 你可以把 後面這一串 複製一下 再丟給那個屬性 那個屬性就會幫你把它格式化成 你要的這個格式 OK 應該 那我們來實作給各位看 1 這個應該懂啦 這個我想 應該就是把它制定一下 如果你 沒有其他格式 沒關係啊 你就是找一個你喜歡 改一下 制定反正一定是一個 自串 複製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它會出現啦 不過我先把它清除掉好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把它 加到那個我的格式 記得喔 你就是多一行而已 好像我放雲端上是有加一個單引號是先把它 註解掉 不執行 就是多一個什麼呢 多一個叫做 Lumber 這個format Local 的這個屬性 然後面呢 把我剛剛那個字串貼上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個格式化 哪一個 格式化 A 不過好像印象中是 你這個放上面 放下面 好像都可以 你放下面是丟了之後格式化 如果這個放上面是格式化 再丟資料 好 不過好像兩個都可以啦 但是 哪一個合理呢 好像後來我發現 好像顛倒一下 比較 OK 因為格式化之後 再丟資料 好像 不會 我覺得 好像沒有影響 反正 OK 沒關係 反正就照原來的 OK 那你會想說 這個有時候打不出那個Lumber Format Local 沒關係 我的習慣是這樣 打一個Sales Sales應該記得起來 點 Lumber 你就Number NU就可以了 其他你記不起來沒關係 跳出來 有沒有 你記得NU就可以了 空白鍵一下 或者點這個滑鼠點兩下 等於 雙引號 把剛剛的那個貼上 那記得喔 最後請務必要再加上什麼 這個刮鬍 因為呢 如果你忘了加這個刮鬍 它會變成這個工作表裡面的所有的 儲存格 都變成這個格式 因為刮鬍指的是哪一個儲存 哪一個 那Sales是指的是這個工作表裡面的所有的儲存格 OK 所以Sales是 所以之前有時候打一打忘記了 奇怪怎麼全部都變成那種格式了 所以特別注意 有這個小技巧啦 那你想說老師那為什麼你不 那個 你要這樣做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如果你加了刮鬍 他就不提示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小技巧啦 所以很多地方 那個 我覺得你要把程式寫好 你要 盡可能的 讓你的寫作過程變得 有趣 而且 比較不困難 那盡量呢 不要去死背 所以像我 寫東西 我盡可能的 我都不要 花很多腦力 就可以把一個事情給解決掉 那當然你要想方法 所以 我的方法 我會分享給各位啦 像我跟各位講啦 我很多東西就放雲端嘛 那也許我教過東西 我拿那麼多腦袋 可以全部都記起來 所以我可以上課前 我掃描一下 你會發現 掃描一下 大概可以八成都回來了 可是如果我不做雲端這件事情 我沒有東西可以掃描了 我真的 就上課就會很累了 為什麼 我等於就要重新再背課一次了 就像你們 就再重來一次嘛 所以 盡可能的啦 你就是是不是可以整理出你自己一套的那個 你自己的 也許雲端白板 或者你的 之前有同學是做筆記 他是用 因為他可能不習慣用那個 虛擬抽象的東西 雲端的東西 他自己有一個 筆記本 而且都把它列印下來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這種方法 也不是 就是你最好是找到一個方法 是自己覺得 可以 很持續性 又覺得 很快樂的做這件事情的 那我覺得你這樣一定可以把它徹底學好 因為 要把VBA學的 真的能夠在你的職場 工作上用的非常流暢 一定是一個 那個什麼 持久戰 他不可能說 馬上出現 但是他會有一天會出現 什麼時候就是你要 怎麼樣 一定持之以恆的去 累積你的那個能量 這些其實都能量 其實你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他卻 可以很容易的幫你解決很多的問題 你會跟不會 如果你會 他就是很快的 全部都做完了 但是你不會的話 他就是一個頭痛的問題 OK 所以呢是你要被他征服 還是你要征服他 這個我想你就是 其實你們來學這門課 我想主要你還是 當然會希望在工作上能夠 很快的可以看到東西啊 對不對 趕快解決個問題啊 那今天主要講的就是 如何可以透過 錄製聚集 再到簡單的修改 可以幫你把它這些完成 那底下後面這些都是延伸性的 那我只是說 把 原來的格式 第一個先改成標準的 第二個呢 透過這個 Lumber Format Local 他可以幫你 很快的把格式加上去 那同樣的啦 反正以後 任何你只要加格式 這個一行加上去 事情就搞定了 就好 反正你只要有格式 你要什麼格式 一下子全部通通 全部都用 那有的時候 你想說 老師那你怎麼知道 有這個屬性 其實有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 簡單用什麼 用那個 錄製聚集 有時候 你就會有新的發現 那如果你錄的 比別人多的話 你就會有 比別人 更多的 答案 所以很多時候啦 我可能不知道 我沒關係啦 錄一下 看一下 但是他錄的東西都錄的 好多 所以我那都不要用 我最後都把它改成 剩一行而已 所以有的時候當然 你會發現 如果你用剛剛的動作 比如說 那個 製定格式之後 他會錄下很多東西 但是實際上你只需要那麼一行 就可以把它完成 可是他錄下來可能 我看了 然後幾十行吧 但是你就要去 無存機 所以錄製聚集的缺點 就是說 他會給你太多你不需要的訊息 那你可能就是需要在你VBA這部分 功力提高之後 你回過來 看到你需要的訊息 這樣其實就OK啦 所以這部分的話 提供你會參考 我試一下 那這一段程式嘛 我一樣是放在那個我們雲端上面這邊 可以可以看到 各位稍微找一下 應該是標準 日期格式這邊吧 增加月份 應該在上面 各位再找一下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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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段 OK 畫面先我給錄一下